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是学习懂事齐学等等 当然了这个东西呢 其实让当你真正想明白以后 不管是对你懂事齐学的学习 还是对你的传统经络的学习 都是有极大好处的 那当然咱话不多说 咱继续 在灵书本葬指出 肾和三交膀胀 三交呢 其实让咱在现在的时候 就是说他并没有一个非常统一的说法 现在关于三交还是有争议的 当然对于咱来讲呢 就是咱不去碰那些有争议的东西 咱就是来根据上交 中交下交来讨论这件事情 那三交呢 有两个系统 一个是以肺 脾肾为中心的三交气化系统 上交气化 主思今夜今微的不夫 主要在肺 中交气化 主思淫味精血的气化 主要在脾 下交气化 开窍于二因 此绝读排糟破 主要在肾 肾由为三交气化的本源 另一个系统呢 是以心肝肾为中心的三交 向火系统 心为均火 在上交 肝 有向火 在中交 肾与命门为向火 在下交 那当然 当然了 就是说 肾呢 他一脏 水火相间 两个系统皆本于肾 肾又是阴阳 水火之脏 水火两个系统 在疾病过程中 可相互转化 但多出现在疾病后期 这是因为两个系统 都根源于肾 久病入肾 所以说 真正 如果说这个病人 他的病已经 延及到了肾 说实话 已经相当严重了 那 这个肾脏呢 兼水火阴阳为身体 总疏的所在 临床咱治疗肾病 要考虑到三胶 治三胶 要兼顾到肾 比如说 比如说 哨因四腻 谁则 之 肾阳虚 但治疗 则用四腻汤 这个方子呢 福子温夏 温夏交 肾阳 干姜温中交 匹阳 干草温上交 新阳 可谓三交之阳 皆致 那在伤寒论的方计当中 像这样的用力 非常非常的多 中医的基本原则是 治病留人 治愈疾病 但是要兼顾到体质 不要直接就说 这个虽然治愈了疾病 但是让身体素质 变得更差 更不能说 病没有治愈 而且身体素质更差 因此在伤寒论 许多处方中 常要加入 干草 生姜 大枣 维护正气 大家想一下 就是说 之前我跟大家去 讲这个伤寒论的时候 不是 讲桂枝汤的时候 我会经常谈到 就是说 那里边生姜 大枣啊 包括干草啊 这些 其实上不光是 这个桂枝汤里边有 很多药里面都有 为什么 它就是为了要 顾护正气 不要出现 太多的这个麻烦 又比如说 咱已经用过的麻黄汤 那 它就只 只能用 这个 桂枝了 不对 这儿 这儿 这儿不太对 这儿应该是啥 如果说已经用过 麻黄汤了 然后的话 就说 再用 就只能用桂枝汤 如果说 已经用过了 大成气汤 虽然有可下之症 但是也不可再用 啊 成气汤 这都是在 保护人的 正气 而治病流人 不同于西医学的 一些激烈的手段 疾病 尚未治愈 身体不能承受治疗 而先倒下了 但这种例子 咱就不举了 中医另一项 重要的原则 是双向调节 这在针灸当中 经常用到 比如说 咱心脏波动太快 咱可以针刺内关 也可以使其转慢 心脏波动太慢 咱可以针刺内关 可以使其增快 又如胃肠 蠕动太快 咱针足三里 可以减慢 胃肠蠕动 当然如果说 你胃蠕动太慢的时候 咱用足三里 那可以使其增快 针灸双向调节 作用明显 它具有安全性 当然了 山寒润中 也有很多方子呢 它也是具有 双向调节的功能 比如说 私逆散中 柴壶能生 芝食能降 调理气息作用很好 但其中又有 勺药 甘草 能离血 可以说 气血皆调 能生能降 又如桂枝汤 其中桂枝生姜 温阳调味 勺药 大枣 滋阴 和阴 所以 和阴阳调阴味 有双向的调节作用 第三 要顾及到整体 比如说 虽然说 四季汤温 圣阳 事实上 三交之阳 皆都温 再如 桂枝家 后谱姓儿汤 至喘 表面看 至上边的喘 但 其实上 此方中的 姓儿 善于调理 废弃 后谱 善调中交之气 桂枝 能平 充 理 下交之气 其实是三交之气 上下皆致 再来看 肾和三交通 三交和五书穴 的关冲 燕门 中阻 阳池 支沟 天井 都与水 肾有关 然后呢 董景昌先生 在致肾炎水肿的时候 常用中白和下白 此外 三交经 中阻之腰疼 很有效 并且呢 就说 董老先生 他的 这个 齐血还兼治 不孕 这个穴位 三交经上 也是通过脏腐别通 补肾 来发挥作用的 当然了 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 像我这里边提到的 具体的药方 还有就是 具体的这些穴位 当我以后 就是 把这个脏腐 他的别通关系 全给大家讲完以后 我会 一条一条的 就是 给大家专门 做个专题 然后的话就说 这个脏腐别通 他就是 在咱 这个用药上怎么用 在针灸上怎么用 当然了 这个远期目标呢 就是 把 整个这套理论 我想说的话 写成 一本 小册子 然后呢 就是让大家 对 就是 呃 你的用针 你的用药 具有一个 指导性的意义 好 咱今天就讲到这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